第581章 月华草 接下来是三平一组的补气单 起拍价是900万 最终成交1750万 还是杜方元拍下来的 连续拍下了四平补气单 他才感觉到一致满足 终于不再心慌了 他觉得有补气单就有命 为了活命 花这点钱不算什么 不过等他冷静下来之后 却是隐隐有些后悔 他记得王平安说过 这一瓶补气单不过300万 自己又认识王平安 喝不着他买一些呢 至少可以节省一半的钱呀 正当他纠结后悔的时候 第二组补气单又被人拍下 花费1700万 被龙家兄弟拍到 龙家兄弟虽然觉得 竞拍下来的补气单有点贵 但是呢 他们可以转手卖给苗江的 其他洋国人 换取更大的利益 不明真相的其他修炼者 一看补气单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顿时急了 也不管这丹药有什么用 更不知道这丹药堆自己有没有用 反正就是一个字 抢 别人抢的 为何我抢不得 于是最后一组补气单 拍出了2000万的高价 被一位神秘的中年修士拍下 这个价格呢 不但让其他的修炼者震惊 也是让王平安震惊 早知道补气单这么值钱 就让汤神医多炼制几瓶了 也不会发给果园的员工 让他们当零食吃了 秦小鱼更是目瞪口呆 明明只是一种普通的丹药 他自己也吃过十几颗 感觉出了滋补 对于修炼者的提升并不大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竟然把价格炒得这么高 不过他觉得 等众人了解到了 补气单的实际功效之后 这个单要以后会恢复正常价格 一瓶300万都高了 拍卖会的开局就把气氛点燃了 许多修炼者都是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第二件拍卖品呢 是七个变异水果 七个为一组 价格和王平安家论坛的 销售价格差不多 最终价格是以22万成交 类似的变异水果呢 连续拍了十几组 可能这些变异水果比较常见 价格一直不温不火 符合修炼者的预期 倒是拍卖灵药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激烈的竞争 价格飙升到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王平安和秦晓瑜一直旁观 没有出手竞争 因为目前出现的这些东西啊 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用 坐在他们身后的吕布凡 一直偷偷的打量着王平安 按下决心 等对方出价竞拍的时候 一定会让他们尝到自己的抱负 可是他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也不见王平安举牌 这就很尴尬了 下面拍卖品是一株月华草 属于稀少的灵药 有一位修炼者在泰山之巅的备阴处寻到 起拍价两百万 每次加价不低于十万 现在开始竞拍 随着拍卖师的介绍 一株月华草的影像 也在后边的大屏幕上出现 王平安终于坐直了身体 表示对于这株月华草有点兴趣 月华草的药效还有价值 比不上用途广泛的火深 但是对于王平安来说 他的用途也不小 可以成为很多单药的主料或者是配料 所以等拍卖师宣布开始之后 王平安是立即举牌 报价二百一十万 身后的吕布凡 瞬间精神一震 觉得终于轮到自己出手了 阻击王平安 让他多花几倍的价格 才能拍到想要的东西 是他此行最大的目的 为此他昨天夜里向家族申请了一个亿的贷款 二百五十万 吕布凡开口竞价 直接把价格抬了几个小台阶 王平安回头瞅了他一眼 暗暗摇头 寻到 真是一个二百五 还没开始就暴露了 等一下 看我怎么玩你 心里想着 就用胳膊肘碰了一下旁边的秦晓瑜 对方看过来 给他一个眼色 让他也参与竞价 秦晓瑜不知道月花草有什么用 但是老板发话了 他立即举牌 出价两百六十万 这一下子 吕布凡是彻底精神了 见王平安和他的小伙伴 都对这株月花草参与了竞拍 那就更要足迹了 三百五十万 吕布凡再次喊家 直接高出秦晓瑜很多 很多坐在附近的修炼者 都是很好奇的盯着吕布凡 想看看这是哪个大家族的阔绍 居然如此阔绰 为了一株月花草 动不动就加价几十万 近百万 月花草呢 只能算是灵植灵草 和真正的灵药 还有一些距离 这个灵草虽然稀少 但是药用价值不高 甚至很多修炼者 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他们一头雾水 不知道这几个人 为啥争得这么激烈 记得上一次修炼者拍卖会 有一株月花草 最终拍卖价呢 只是二百二十万 难不成这株月花草 有什么特殊的吗 就在众人惊议不定的时候 王平安举牌喊价 五百万 喊完之后 王平安还转头 挑衅似的瞪了吕布凡一眼 好像是在说 你有本事还给我抢啊 拍卖师一下子激动起来 大声喊道 五百万 六百六十六号的客人 已经出价五百万 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者 王平安的挑衅眼神 跟拍卖师的话 好像是点燃了吕布凡的怒火 他当即喊道 一千万 我出一千万 喊着 他同样回敬了王平安一个挑衅的眼神 他要让王平安知道得罪自己是什么后果 可是这个挑衅的眼神没有传达出去 因为王平安已经转过了头 没有再看他 现场是一片哗然 都在惊叹吕布凡的报价 因为这个报价已经是偏离了正常价格太多了 哼 傻傻 本以为只想坑他几百万 谁知道他一下子加到一千万 王平安小声对秦晓渝说道 老板英明 现在浪费他的有限资金 等出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没有能耐跟我们捣乱了 秦晓渝熟悉的施展每日一天 表情真挚的赞叹道 他们身后 吕布凡已经慌了 因为他报价之后 王平安还有秦晓渝居然没有再跟价 台上的拍卖师已经激动的是面色战红 甚至已经喊出了破音 一千万 996号已经出价一千万 这是目前为止 月花草出价最高的一次 这将有可能创造我们修炼界的一个新的记录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如果没有比这更高的出价 那么这株月花草将归996号所有 一千万三次 成交 随着拍卖师的锤子落下 这笔竞拍正式成交 吕布凡傻眼了 他傻傻地瞪着王平安的背影 听着周边修炼者的嘲笑和议论 只觉得天旋地转 我是谁 我在哪儿 发生了什么事 我为什么要拍下这株月花草 它有什么用啊 第582章 激烈 激烈竞拍 吕布凡傻 等拍卖师的锤子落下的时候 他才想明白自己被阴了 而且怪不得别人 只怪自己太嚣张了 一次加价太多 如果能够稳妥一点 一次加价少一点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在他的印象当中 修炼者需要某一样东西 会极为的迫切 用尽一切手段也想得到 哪像王平安这种人 太恶劣了 说不要就不要了 一点修炼者的坚持都没有 好心疼啊 总共向家族贷款一个亿 这一下子就浪费了一千万 吕布凡是恨恨地瞪着王平安 思考着接下来该如何阻挠对方 接下来 在拍卖通卖单的时候 王平安又出手了 这种单药很贵 在修炼圈有名 可以帮助修炼新人 打通一条经脉 对四肢的经脉效果更加明显 一粒标价五十万 这一瓶十粒起拍价五百万 通卖单对年轻的修炼者 吸引力很大 可以让他们快速晋升 虽然一颗单药 只是协助修炼者 打通一条经脉 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但是一瓶子吃下去 再加上足够的灵气 总能打通一两条吧 于是 不光王平安保价 同时呢 也有很多年轻的修炼者竞拍 从五百万的起拍价 很快就飙升到了一千一百万 到这个时候 依然坚持竞拍的人 已经不多了 因为这个价格 也是到了以往拍卖价的最高点 再加价就有点吃亏了 吕不凡 见王平安和秦小鱼 一直持续竞拍 还小声聊天 说家里有人正需要这种担要 这次非拍下不可 吕不凡又激动了 但是吸取上一次的吃亏经验 一次只加价十万 王平安举牌 一千一百五十万 吕不凡举牌 一千一百六十万 秦小鱼举牌 一千一百七十万 吕不凡继续加价 一千一百八十万 其实这个单药呢 王平安想买回去给妹妹使用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 趁着这个假期 他想让妹妹学上一点自保的本领 不多说吧 在灵时和灵朝节点的帮助下 冲到炼七七五层或者六层 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吕不凡的像狗屁高药一样烦人 王平安也没有办法 幸好这个不是必须的 有很多替代的方案 他真想要 继续送他就是了 因为王平安此行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想买一些后续的功法 坑爹系统不给力啊 不奖励他修炼功法 他只能自己寻找 自己整理 再自己修改 创造一套符合当今灵气浓度的修炼功法 炼七七的功法呢 已经属于半公开状态 但是宁神七的功法 却是非常的稀罕 各个宗派都有一套自己的修炼方法 并且是严格保密 极少在市面上流传 偶尔在拍卖会上流传的后续功法 也都是断了传承 或者已经消失了许多年的门派功法 于是王平安举了最后一次牌 报价一千一百九十万 当吕布凡报价一千两百万的时候 王平安和秦晓宇同时停止了竞拍 其他修炼者再次用傻瓜一样的眼光 盯着吕布凡 一千几百万就能买到的丹药 你花一千两百万 你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这拍卖会才开始 才拍到消耗品呢 你就砸进去两千万了 后边真有好东西 你还拍个屁呀 这次参加拍卖的修炼者有很多 价格适当的增加一点可以 但是增加太多 还不如留着钱 等着下一回拍卖呢 毕竟类似的拍卖会 每年都会举办几次 有大型的 有小型的 只要仔细关注灵气复苏APP论坛 总会找到参与方式的 吕布烦恼啊 怒啊 那个后悔啊 但是已经拍下了东西 保证金早就交过了 如果毁拍 上千万的保证金可就没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既然想用这种办法 报复王平安 就不能半途而废 必须坚持到底 他拍什么 自己就跟什么 于是在修炼功法 正式拍卖之前 王平安是一个东西都没有拍到 但是 秦小鱼倒是拍了几组零食 以及几张亲友的护身玉牌 而吕布烦已经耗费了六千多万 还剩三千多万 看到王平安没有拍到一件东西 他却高兴不起来 反而非常的心慌 总觉得自己干了一件蠢事 只剩下三千多万了 下面就算出现好东西 也无法和王平安竞争了 光是其他修炼者出嫁 就能把他排斥在外 终于是到了拍卖修炼功法的部分 众所周知 这个世界灵气枯竭 功法严重缺失 自宁神期开始 修炼功法就变得极为珍贵 而一些用于实战的法术 更是珍贵 往往千金难买 今天这次拍卖会 我们组织方竭尽全力 收集了很多功法进行拍卖 这也是本次拍卖大会的一个特色 希望大家珍惜这次机会 勇于出手 拍到自己喜欢的功法 这本功法名为腾云诀 宁神期 既以上境界可以修炼 属于哪个门派 已经不可考究 修炼成功之后 可以腾云驾雾 实现肉身飞行的梦想 不过可惜 这是一本直至的摘录书 不是预检原本 有个别字迹不太清晰 介意者慎拍 起拍价一千万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百万 好 现在开始竞拍 拍卖师的话音刚落 在位的修炼者顿时嗡的一声 议论纷纷 竟然是腾云诀 修炼成功之后 居然可以飞 哪怕只有宁神期以上的修炼者 才能修炼 这也不耽误 让无数修炼者疯狂啊 于是 很多人开始竞拍出价 从一千万迅速涨到了两千万 又涨到了三千万 到了三千万之后 竞争者才突然少了下来 毕竟不是预检 毕竟有个别字不清晰 虽然有专门的鉴定师鉴别 认为这法术可以修炼 但是万一要是修炼不成呢 所以最后有人花费三千两百万 把这套修炼功法拍了下来 老板 这个法术也太贵了吧 以前的练七七功法 为什么那么便宜 总共才花了几百万 秦晓宇小声问道 我是第一次参加拍卖会 我也不知道行情啊 不过无所谓 咱们就随便拍拍吧 王平安是淡定的说道 下面拍卖的是一本降雨术 由于没有攻击效果 也没有太多的实用性 起拍价一千万 居然流拍了 后面几本功法呢 分别是福禄相关的 训寿相关的 还有一本灵药种植方法的书 反应平平 微高于起拍价就成交了 倒是有一本控火爵 又拍出了一个小高架 以三千五百万成交 王平安这才明白 原来只有众人稀缺的 实用的功法 才会有人砸钱竞拍 一些莫名其妙的功法 根本没人关注 这个时候 他一直等待的宁神七功法 终于出现了 第583章 咱别这么嚣张行吗 这部功法的名称为 玄光宁神真解 由预检记录 属于修炼时代 玄光派的真迹 以前修炼界 对于功法境界的划分 和现代不同 所以在古迹当中 什么奇奇怪怪的境界 都能见到 极不同意 但是经过拍卖机构的鉴定 认为这是宁神七的功法 在适当修改之后 可以修炼 如果百分之百 按照上面的方法修炼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必须要慎重 所以呢 这部功法的 起拍价是一千万 每次加价不少一百万 参与竞拍的人居然不多 只有零零星星的 几个人举拍 因为很多人 不会修改功法 特别是高端功法 稍有不慎 就会走火入魔 生死盗消 有各大门派传承下来的 已经修改妥当的 完整功法 只要花费一定的代价 比如说是 记名弟子之类的 就能修习 何必冒险 实验一种不知名的新功法呢 悬光宁神真结 悬光派的修炼功法 哼 听都没听过这个门派 能有什么好功法呀 那些竞拍的人 也只想买回去参考一下 印证一下自己所修炼的 宁神七功法的优劣 王平安却是极为认真的竞拍 他很想得到这本功法 他没有别的功法可以修炼 也没有别的渠道获得功法 只能来拍卖场碰一下运气 于是呢 他一次次的举牌 从一千万一直跟到两千万 此刻只有一位老者还在积蓄 两千三百万 两千四百万 两千五百万 这时候沉默多诗的吕不凡 本以为自己彻底失去了阻击王平安的机会 因为刚才抢到的那些东西 可能没有一个是王平安真正想要的 但是这个功法不一样 王平安表现出势在必得的架势 如果能够抢到这部功法 肯定能够让他抓狂 于是吕不凡也加入到了竞拍 举牌喊价 两千六百万 吕不凡一加入竞拍 那位老者摇摇头放弃了 哼 我想要的东西 你以为您抢得到吗 不就是钱吗 我有一个多亿呢 王平安心里想着 直接开口报了一个高价三千万 吕不凡一听顿时来了精神 因为王平安一下子加几百万 表现出了强烈的竞拍意向 他觉得这下子就让王平安多花几百万 太解气了 太有成就感了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于是他壮着胆子喊道 三千五百万 吕不凡卡上了剩余的钱 只有这么多了 这是他最冒险的一次报价 如果王平安放弃竞价 他会哭死 幸好王平安没有让他失望 举牌喊价 四千万 吕不凡突然笑道 我不跟你抢了 让你多花一千多万 真不好意思啊 这点小钱不算什么 你高兴就好 王平安是淡淡的回了一句 我当然高兴 我简直快高兴死了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吕不凡觉得报了仇 心中是极为舒爽 哼 你确实快死了 至于是不是高兴死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王平安默默地在心里说了一句 王平安浪费了这么多钱 心里有些肉疼 有些憋屈 再加上吕不凡的嘲讽 郁闷得快要发狂了 浪费了好多钱呢 浪费了一千多万呢 这一千多万 够自己招多少员工呢 又能够帮自己管理 多少亩的果园和菜园呢 回血 必须回血 浪费的这些钱 必须想办法赚回来 听说吕家在省城挺有钱的 万家覆灭之后 吕家是一直毒打 在地下世界 可能做过不少坏事 至少 乱扔过垃圾闯过红灯之类的 这样的饥饿之家 乃是社会的毒瘤 为了大家的和谐与安宁 必须把它清除掉 所以 王平安觉得 等拍卖会结束 很有必要去一趟旅家 做点好事 积点功德 日行一善嘛 在哪日 在哪行 不是行啊 在日行一善之后 如果看到旅家的仓库里 有一些陈旧的垃圾 需要清理 自己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看到一些顺眼的垃圾 或者是有回收价值的垃圾 也会顺便装一些的 自己的银行卡余额 已经是空虚寂寞冷了 不能再让自己的系统仓库 空虚寂寞冷 善待他们 就是善待自己 此刻 拍卖师已经落下了锤子 大声说道 恭喜666号的竞拍者 以4000万的价格 成功拍下 悬光凝神真结 坐在前一排的赤云子 忍不住回头 看了王平安一眼 小声说道 真是个傻子 花四千万拍一步 断了传承的半截功法 能不能修炼 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真有钱没地儿花 还不如捐给红十字汇呢 你给我闭嘴 再多说一个字 我让人打断你另外一条腿 王平安是冷冷地盯着他 表情厌恶 很讨厌这个 没时找事的家伙 赤云子的脸 瞬间涨红怒道 你 行 你已经多说一个字了 等拍卖会结束 你的另外一条腿断定了 我亲自动手 王平安笃定地说道 年轻人 别这么嚣张 当我们中南山道门不存在吗 上一个对我们发出威胁的人 坟头草已经三米高了 坐在赤云子旁边的几位道长不乐意了 冷声威胁道 你们再啰嗦 连你们一块打 让你们的坟头草长三丈高 王平安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不讲道理的人 你坐在那儿好好的竟然过来嘲讽你 你反击几句 对方居然说你看不起他 当他们不存在 这这还有天理吗 那几名中南山道士忍着怒火 杀气腾腾地瞪了王平安一眼 咬牙道 行 那就等拍卖会结束 咱们到郊外做一场 分个高下 行 奉陪道理 不敢来的是孙子 王平安白白手 没把他们当回事 因为系统没有警示自己 也没有让自己再用功德抵消灾恶 这说明这些中南山道士 没有威胁到自己的生命 这下子 王平安是更加安心了 甚至吹起了口哨 反正今天参加拍卖会 最想要的修炼功法已经拍到 哪怕下边还有其他完整的功法 自己也是懒得竞拍了 自己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必须要省着点花 秦晓鱼在旁边是胆战心惊地提醒他 老板 咱别这么嚣张行吗 听说中南山道门这几位修炼者 至少也是练习期九层 其中还有两位是宁神奇的高手啊 第584章 各有所获 拍卖会还在继续 但是属于王平安的拍卖会 已经结束了 参加这次拍卖会 他成功卖出了十瓶高价补习单 交易价格连他都想不到会这么高 算是一笔意外之财 购买到了一侧悬光炼神真结 花费四千万 这点小钱 连他卖补气单的钱都没有用完 如果不是被吕布凡抬了几次架 他根本感觉不到任何心疼 下边几次功法价格有高有低 低的不过两千多万 高的也不过五千多万 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不过到了法器拍卖的时候 又掀起了一波交易高峰 动辄上亿甚至数亿 往往需要一个家族倾尽全力 才能买到一件称心如意的法器 秦晓鱼拍了一件小小的剑状胚胎 只有指头那么长 表面刻有繁复的神秘符纹 隐隐又灵气浮现 但是不知道如何催动 也不知道功效如何 就这样一件不知名的法器 居然用了秦晓鱼一亿八千万 拍下之后 他是欣喜若狂 恨不得现在就去交钱 领取自己拍到的小剑胚胎 不过他怕错过后边的拍卖品 一直忍着 等最后一件顶状法宝 拍出了九亿六千万的价格之后 拍卖会宣布结束 他才跟王平安一块 急匆匆的往后台交易区跑 其实呢 只要你拍下来 随后就能去交钱领取拍卖品 也可以今天不取 在三天之内任何时间 都可以到这里来取 这么规定呢 主要是怕有心怀不轨之人 在外边抢夺别人拍下的宝物 但是就算如此 随后几天 也指不定有多少杀人夺宝的情况发生 而他计卖的补气单 拍卖方扣除手续费用之后 会直接打在他的账号上 不用再办理交接手续 王平安经过十几分钟的排队之后 交了钱 得到了一个小木盒 里边装了一片玉检 玉检只有成人的半边巴掌大小 玉支细密白润 有奇异的灵气波动 玉检正面刻有 玄光凝神真洁的字样 王平安握在手里 输入一丝真气 同时意念投入其中 看到了一篇千字左右的 炼神功法 只是扫了一眼 就发现里边不仅仅有炼神的功法 还有几个如何使用神念的小法术 都说以前的修炼功法太难 现在的灵气环境很难修炼成功 王平安扫了一眼 微微皱眉 果然很难 如果自己修炼的话 至少需要三天 才能修炼成功 既然如此 那就不看了 等回到果园 再慢慢练吧 而旁边的秦小鱼 也得到了自己的拍卖品 一大堆东西 他一个人差点抱不完 大呼小叫的喊 老板 你帮我拿一下东西啊 我先看看这把飞剑胚胎 我的剑仙梦想 全指望他了 王平安帮他抱起大部分的东西 趁人不留意 把自己内部炼神功法收进了系统仓库 抱着秦小鱼一堆不值钱的消耗品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就算有人抢 让他们抢好了 大不了自己再帮他们抢回来 如果有人失手打碎了 那就更好了 让他们赔偿十倍的金钱就行了 咱又不是不讲道理 秦小鱼已经是握住了那把飞剑胚胎 只有手指那么大 他疯狂的注入灵气 小剑只是微微的发光 却没有其他的反应 果然是个半成品 没有一丝飞剑的灵性 以后不知道怎么酝氧 才能让他富有灵性 任我驱使呢 秦小鱼失望的嘟囔道 王平安扫了一眼 脑海当中没有相关的任何记忆 只好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两人说着 已经在拥挤的人群当中 走出了明月阁的大门 那里站着保安和行动处的人 手里举着牌子 提示这些修炼者 让他们最近几天小心一些 不要单独行动 免得有意外发生 再回酒店的路上 龙家兄弟从后边追了上来 满是感激的说道 谢谢平安兄弟 你真是一个好人 你那补气单给我们算的太便宜了 而我们自己竞拍的补气单 一瓶却要五六百万 以后我们找到你需要的材料 还要和你做交易呀 两位苗江的兄弟 你们不用客气 实际上咱们一见如故呢 对了 我的电话号码你们记住了啊 以后有需要 随时联络 谢谢 以后随时联络 龙家兄弟千恩万谢 好像占了多大的便宜似的 兴高采烈的返回自己的房间 而王平安和秦晓鱼 同时返回自己的房间 准备收拾整理一下拍卖品 王平安就拍下来一部功法 放在系统仓库里了 不用整理 拿出手机继续看小说 像是在家中一样悠闲 秦晓鱼就不一样了 拍的小东西太多了 看看这个丑丑那个 忙的是不可开交 就在这时候王平安的手机响了 看了一下号码 是杜方元打来的 接通之后 杜方元的声音里有一丝疲惫 非常恭敬的说 王深义 参加完拍卖会 您现在已经回酒店了吧 请问一下 您现在有时间吗 我已经回到酒店了 不过确实很忙 你有什么事 等午饭的时候再说吧 王平安正看到一个特别紧张刺激的情况 因为这个电话而中断了阅读 有些不耐烦 杜方元有些愕然 不过随即补救道 那行 那我就等午饭的时间 再给您打电话 对了 我听说这家酒店的海鲜不错 我已经让人在海鲜主题会 定了一个位置 到时候咱们一起吃点 顺便聊聊 提起吃海鲜 王平安当时就来了精神 说道 诶 你在海鲜主题会定了位置 现在已经十一点二十了 到午饭时间了呀 那就现在过去吧 对了 你定的是哪号桌啊 杜方元愣了一下 好半天没回过神 呃 那啥 我的助理安排的 我这就问 不不不 我现在就去海鲜主题会门口等您 到时候让助理 带我们一起过去 那行 我这就带朋友过去 王平安说完挂断电话 随即从沙发上跳下来 喊了秦晓鱼一句 让他赶紧收拾东西 好去楼下的餐厅吃海鲜 昨天吃了一顿海鲜 感觉不错 就算没有灵气 但是味道好 营养也挺丰富的 既然有人请 那就再去简单的吃点 等回到乡村之后 吃海鲜的机会就不多了 也不用点多少东西 就跟昨天那样 随便点上几个简单的海鲜菜品 点上几瓶红酒就行了 虽然是别人请客 但是咱也不能太浪费 太奢侈 矜持一点 节俭一点 才是交友之道嘛 第585章 忍不住笑 十分钟之后 王平安和秦晓鱼出现在凤凰酒店的海鲜主题精品会门口 而杜方元和助理早就在那等着他们 杜方元精神不错 已经能够站立和行走 站在门前非常的谦卑恭敬 看到王平安出现的时候呢 像是一个门童一般热情 王神一好 能够赏光一起用餐 老朽极为欣慰 里边请 在08号报乡 杜方元说着 在助理的搀扶下带着王平安和秦晓鱼往里边走 海鲜主题会是有包厢的 数量不多 只有十几个 王平安和秦晓鱼昨天来的太晚了 而且人数太少 只能坐大厅 而杜方元今天让助理提前订餐 才得到了一个小包厢 死人落座 餐厅服务员拿来餐单 让他们点菜 杜方元忙把菜单双手奉到王平安的面前 请王平安先点菜 越是接触修炼者的圈子 杜方元越是谦卑 自然明白这个圈子以实力为尊 他以前那种盗墓生涯 混子生涯 在修炼者面前啥都不算 人家要是不高兴了 随便一巴掌就能拍死 当然 修炼者往往可以做的更隐蔽 一个俘虏 一个咒语甚至是一个眼神就能解决 今天他在拍卖会上 见识到了一些歹毒的俘虏 一些暗中要人性命的 纸人草人还有蛊虫 还有一些用神识杀人的法门 他吓坏了 这些在传说当中才会出现的法门 在现实当中居然是真的存在 他之所以对王平安如此的恭敬 也是对整个修炼界的敬畏 更在拍卖会上见识到了其他的修炼者 对于补气丹的追捧 他这种出入修炼界的小萌新 见谁都觉得是大佬 敬畏王平安 就连跟着他的亲小鱼 都是敬畏有加 不敢直视 王平安给自己一粒丹药 就能够把垂死状态的自己 恢复正常 同样也能把自己打回原形 而他身边的朋友可能拥有同样的实力 万万不能得罪 王平安不知道杜方元心中的想法 见他让自己点餐 也不推让 直接勾选几个看着不错的海鲜 中华锦绣龙虾两只 鹅井腾虎两份 帝王蟹一只 蓝旗金枪鱼一份 法国贝龙生蚝一份 由于是杜方元第一次请客 王平安不好意思点太多 只是简单的点了这些 勉强自己够吃的 如果不够 再同样来上一份就是了 秦小鱼看得直叠嘴 今天中午的海鲜 比昨晚的还贵 可能是因为有些海鲜 昨天晚上没货的原因吧 幸好今天中午不是自己请客 感谢诸天神佛 秦小鱼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 非常虔诚的祈祷着 也挑了六七个最贵的菜品 各点一份 又勾了四瓶不错的红酒 也不贵 五六千块钱一瓶 经历过中午的拍卖会 杜方元对这个价格的午餐 眉头都不眨一下 贵吗 一桌四个人 只不过点了十几万的菜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是一年的工资 但是呢 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 不过是几粒丹药的钱 昨天晚上 王平安是白白送他一颗丹药 不仅仅是价值五六万的事 那是救了他的命啊 所以杜方元一点都不心疼 又多加了一些其他味道不错的菜肴 凑成了满满的一大桌子 在他刻意的恭维之下 气氛是非常轻松愉快 杜方元趁机询问了一些修炼界的常识 也得到了秦小鱼的回答 至于王平安 不是他不想回答 而是他也不懂啊 神魂恢复之后 这才过去了几个月 他对这个世界也很陌生 除了在农村接触有限的人和事之外 他看待事物 了解世界的渠道 全部来自网络 有时候难免有些狭隘和偏激 如果问他这个世界的修炼大派有哪些 他的答案 有可能源自某本网络小说 跟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 天差地别 幸好王平安还有面前的海仙们 繁忙而忙碌的战斗着 没有工夫搭理杜方元的问题 寝不言 诗不语 王平安的家教礼 不允许他有出格的行为 边吃边喝 四瓶红酒 有一半进了他的肚子 像跟喝果汁一样 对了 王沈宜 今天拍卖会上 补气单的价格太贵了 一瓶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六百万左右 我想按照你昨天说的价格预定一些 您看可以吗 这顿海鲜大餐进行到一半 杜方元才忍不住说出了真实的目的 如果按照一瓶三百万订购 十瓶就是三千万 比拍卖价格节省了三千万 这节省出来的钱 可以吃一两百次同样的海鲜大餐了 王平安周梅故作为难的说道 十瓶啊 这个数量有点多 等我回去到仓库里边找一找 同时呢 我跟徒弟连夜念志 说不定能够凑够 啊 我的账号你知道啊 钱款打到我的卡上就行了 等单要凑够了 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谢谢王神医 我这就让助理打电话 给你转账 如果凑够时评 你就让人给我打电话 我让助理上门去取 不用神医派人 杜方元那是千恩万幸 没问题 就爱你说的吧 王平安也很高兴啊 吃顿饭又谈妥一笔生意 自己果然是做生意的天才啊 如果汤神医知道自己把补气单卖出如此高的价格 肯定会羡慕死的 嗯 这个老徒弟每天熬夜练丹 也不容易 等回去的时候呢 就给他一些补偿和奖励吧 有了百虫壳 还有古心草 月华草 可以练制让动物开制的丹药 到时候把新的丹方传授给他 让他学会练制一种新的丹药 在熬夜练丹的时候呢 至少可以换个花样 不会太枯燥 有功必赏 这个丹方呢 就是给他的奖励 汤神医 一定会很开心吧 想到这儿 王平安也是开心起来 徒弟开心 自己这个做师父的 也是跟着开心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统理之心吧 秦小鱼坐在旁边 快绷不住了 想笑又不敢笑 本以为自己会忍住 结果没忍住 不吃一声 他终于是笑出了声 没办法 明明只是十几种常见的名贵中药草 经过王平安的配武炼制 硬生生的变成了补气单 成本价一颗不过几百块 全部用顶级的药材也不过一千块 但是呢 却被他卖出了三万块钱的高价 而购买者呢 却像是占到了极大的便宜 不但请他吃最贵的海鲜大餐 还对他千恩万谢 这世间好多事情 真的是太奇妙了